一带一路 这个峰会可是要隆重登场了 而且这个日子定了 大家有看我头条开讲吧 这个之前请教官告诉你 10月17号 18号 就是这两天 没错吧 结果现在你看 大陆方面也宣布了 就是这两天会在北京举行 那么也华春莹 他特别也宣布 特别强调了 就是在这一次呢 一定要好好办这一场 一带一路峰会 那么呢 当然这次大家的看点 不外乎除了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之外 还有就是俄国的领导人普丁 因为他要来参加 而且普丁其实早在9月的时候 就已经说非常高兴的接受 今年10月到访中国的邀请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办这个峰会前夕呢 昨天我们也谈到了 就是大陆国新办 已经发布了这个 一带一路的白皮书 在这个里面 其实他把很多的数据 证据秀出来告诉你 其实在过去这10年呢 看到对共建国家直接投资 已经超过2400亿美元了 那么未来还要提高整个产业链合作的水准 而且也特别谈到的就是 有稳定透明高品质的这个资金保障 所以也没有造成任何国家的债务陷阱 怎么看这一场盛事请教蔡委员 这个是中国今年最大的盛会 比杭州的亚运有过之而不及 因为具有高度的政治性经济性 以及中国国力在全世界一个博弈的战场上面 可以说以这样的一个一带一路的高峰会 来彰显中国在这一场一带一路推动 这几年以来的成果 某种程度是中国国力到一定的程度里面 某种表彰跟某种标志 所以一定会办得相当的成功 这一带一路的峰会 当然出席者最指标性的还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因为普丁现在哪里也去不了 他有办任何国际的会议都在他的俄罗斯境内办 那国际上的峰会 尤其是一带一路这么盛大的峰会 他去出席有高度的指标性 第一个他出席是代表着 他跟中国之间关系的密切 已经到了说 不用去管理美国的意思是什么样的 那再来就是他这一次出席峰会 发表的讲话也有高度的代表性 至于这个习近平主席组织这个峰会 某种程度呢 也就是跟中俄之间是一个相互扶持的关系 即使是没有结盟 但是这个就中国的立场来讲 习近平主席一定会给普丁总统很高的面子 看在拜登的眼里面 简直就是给拜登脸上 再扣一个类似雷蒙多的巴掌 所以一带一路 当然美国会尽量的去阻止这个阻止那个 什么叫马克宏不要去 马克宏本来想去 花样很多 但是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他把成果拿出来 我投资这么多 请问你哪一件事情有债务献减 你美国花了五亿美金在全世界收买媒体 整天在专门就五美中国用的 这个预算大家都知道啊 现在还没花完啊 你用收买的用黑中国的方式 就中国还不是把一带一路办得很好 你告诉我 我盖哪一条铁路 哪个港口哪个桥梁哪个机场 给当地的国家带来无可负担的债务 这个都是自场性的 不像是你美国的金融机构 你的这个日本的金融机构 在全世界放账乱放一通 那到时候债务一大堆 怎么变成我中国债务是一个问题 我是自场性债务 这个计划有赚钱我中国收 没有赚钱我中国承担 但是对不起啊 现在盖的每一样都让中国 以外的其他国家眼红啊 那所以一带一路的峰会 是一个中国标志性的 一个成就的峰会 是的确 而且在这次这个白皮书 我们也看到呢 特别强调的就是 有这个高质量要实施RCEP加快推进中国东协自贸区3.0版的谈判 那我们知道呢 其实在最近看到亚万高铁都已经启动营运 那么现在呢是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项目推进出来 然后呢好让这个一带一路具体的明白的展现出它的成效 我想这个中国大陆呢在这一次呢是花下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心力 来好好的要办这一场一带一路峰会 不过事实上呢要讲到的确现在呢这个中国大陆其实对全球是要什么 要释出的一个善意就是说我们要可以好好的合作 好好的发展不是吗 那但是呢现在面对美国之前你看有打贸易战有打科技战 然后呢还有个美光大家也别忘了 哎这次呢其实Chuck Schumer这个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他访问这个中国大陆 那么特别呢也针对美光的事情呢向大陆方面表达了立场 那么那帅将军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一次呢在美光的事情呢 让我们看到就是Schumer所说的啦 啊这个希望啊中国呢要能够对待美国的企业是什么 要公平啊那当然他是这样说 那但是现在是不是大陆方面其实呢是说是 是要公平那我也要看看你美国怎么做 我可以释出善意但是就看你美国接下来要怎么做咯 那事实上之前呢大陆方面对于美光 其实是这个网路审查的部分呢 结果美光随即呢就说我要在西安的这个场 我要再加大投资要投下四十几亿 然后呢哎是不是就因此换来了 在今年的11月即将要登场的这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美光他就能参加了好因为你看到美国 美国的美光他参加这一次这个进口博览会呢 他们也已经说正在积极的准备相关的事宜哦 所以事实上是不是现在哎双方都希望能够好好办好好合作 那这样子才是互惠互利呢 当然这个 其实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大的投资也不少啊 你看美光也好这个苹果也好 星巴克也好特斯拉也好很多啊 那中国大陆给了一个姿态就是说 美光我审查我可以不让你过也可以让你过 你既然是参议议长来了 我今天先透一个消息给你 你要不要平等对我 中国的贸易要平等待遇啊 这也是一个打牌的一个手法嘛 call 对不对 我给我下了这个资本 你要不要跟 因为不跟大家玩嘛 因为美国不是没有把柄在中国大陆啊 中国大陆毕竟是14亿人口的一个大市场 当年基辛吉建交的时候 我们跟美国朋友也在讲啊 根本好跟台湾几十年的这个传统交易 怎么说说没就没了 他说大陆10亿人口 一人喝一瓶可口可乐我就赚翻了 这一句话嘛 对大国博弈啊 关键还是经济了 是 经济的筹码 这一次为什么 刚刚前面我补充你讲那个 这个一带一路 以前我们老以为一带一路就是一条铁路嘛 中欧班列嘛 或者海上私路嘛 但是我们看这一带一路这十年做起来 南美洲也有了 中南半岛也有了 这个中亚也有了 中东也有了 那这个计划就等于是全球性的一个计划 所以他现在摆出来就是我十年已经做出这个层级 我五大诉求 参加的人就多了 第一个我不甘愿你的内政嘛 很多国家接受了美元以后就从此很悲惨了 被人家限制这个限制那个 第二个呢 他上合会金专会的资金在手上啊 第三个中国大陆基建实力在手上啊 说干就干了 这个绅士就比那个集团要大多了 这个以色列 中国有一个优势哦 俄乌战争我是公开全世界公认的调解人 我跟这两边都有交情嘛 你美国调解人都不行嘛 以色列呢 也是一样 对所以等一下好 对于这个以色列 接下来要怎么样行动啊 再听听看帅将军的意见了 不过话说回来 现在真的你讲到战争 战争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吗 战果是处处炸开 之前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俄乌战争 而如今呢 现在看到连中东都不平静了 谢大使所以呢 其实啊 在刚才我们还在讲 哇 现在怎么好像是不怕我们没新闻 没议题讨论吗 哇 这个世界就这样的不平静吗 很不希望看到的 但是就偏偏发生了 好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会来谈谈战火的问题 好 要怎么样才能够尽量的将它交袭 但是现在眼前有一件事 就中国大陆希望能够跟这个 全世界要好好的做朋友要合作 我们本来就没有要当敌人 我们可以竞争 但我们应该合作 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的态度如此 对于澳洲何尝不是呢 好 今天我们来看看 这个最新消息是澳洲总理 埃班尼斯已经证实 说曾在2020年遭到中国以间谍罪关押的这一位澳洲的华裔女记者程磊已经获得释放 那么目前呢已经返回墨尔本了 好那获得释放当然是不是刑期已满 还是说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对于中澳关系能够适时的加温呢 好我们看到像中国驻澳大使孝谦他在墨尔本出席活动时 他就说2023年是中澳对话和改善之年 是再出发再启航的重要时刻 要维护好两国好的关系 推动中澳关系不断的改善和发展 所以呢尽管大陆国家安全部之前告诉你他为什么他会犯罪 他判了刑期两年十一个月 但是如今呢现在是不是真的中澳关系看到了契机呢 杰大使 对他这个应该是刑期届满啦 就等于释放以后啊 那么就驱逐出境 所以他就回到澳洲了 那最主要他应该是刑期届满 因为他事实上是经过司法审判 那么审判以后 他是2020年左右被8月14号案发被拘捕 那经过审判以后他服了两年多的刑嘛 那这个刑期他的是不是要完全服完或者是假释 这都是由他在狱中的表现来看 所以不过他也服了两年十个月的刑期 那就释放了嘛 那他这个背景也比较特殊 他在中国大陆出生 可是他十岁的时候就移民到澳洲去了 然后后来他又以这个澳洲人的身份 回到中国大陆发展 是 而是在媒体界 那么他被这个后来最后 他是在这个彭博社当记者 那么他被发现他在收集很多情报 从事情报工作 被逮捕 那当然这个对于改善目前 进一步为已经正在改善中的 中国大陆跟澳洲关系 当然是有正面的效益 而且尤其还真巧 就是正好是这个澳洲前总理莫里森 在台湾访问的时候就看到现在这个获得了释放 对 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在打脸的意味 就是说以时机来讲还真是刚好 我想应该是有关联的 应该是有关联的 不过中国大陆现在基本上对于美国的小帝国家 基本上的做法是已经改变了 他是列为次要敌人的 那某种程度上也会加以争取的 不是一位跟这些 所谓的这些下士或者中士 计较到就是完全计较 那也释放很多这些善意 跟甜头给这些美国的小帝国家 那这是可以看出来 这是中国大陆在外交上过去大概半年转变 很清楚的转变 那澳洲可以说 基本上也把他自己国家利益放在前面了 因为他跟在Morrison的时候 澳洲的这个产业 跟澳洲的老百姓受到了很大很大的 实质利益的损伤 那原因又出在Morrison的 这个筹划的一个政策 那让澳洲老百姓吃到骨头 那目前现在这个 这个在爱班尼斯的政府 这个工党的政府 对中国大陆的敌意没有那么强 跟这个Morrison的时候 已经判若两府了 判若两国了 所以这关系改善也是 应该也是水到渠成的 好 要谢谢这个Sweet Rancho 刚刚有给我们的抖内 要谢谢您 也请大家互相提醒一下 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不要忘记来帮我们按赞 给我们的抖内支持 更是感谢了 好 这个蔡委员 那但话说回来啊 今天这个美国呢 光是要在这个旧金山 办个APEC峰会 怎么跟大陆要办这个一带一路 它差这么多 因为呢 人家香港本来应该可以参加的啊 结果美国现在是被视为 剥夺了香港去参与的权利了 你看现在呢 已经在倒数计时中 结果香港特首李家超 到现在都还没有收到美国的邀请函 结果香港媒体有个最新消息说什么呢 说是李家超没获得邀请 但是据传是香港的商经局长获得邀请 这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不是让香港特首李家超去参加呢 那请局长去参加的话 难道这不是刻意想矮话吗 好 委员 APEC有一个叫做非正式领袖的会议 那这个李家超虽然不是国家元首 也可以参加这个非正式的领袖会议 就像台湾过去曾经派过张忠谋啦 施政隆去参加的道理是一样的 可是另外他还有一些部长会议 这部长会议啦 也基本上是以经贸部长为主 有时候可能是贸易部长 工商部长或经济部长都可以参加 那现在就是说香港的负责经贸的局长 等他们的经济部长 都已经接获通知说可以去参加这个会议啦 可是美国目前为止啦 就是还没有表态说李家超可不参加 因为李家超是被制裁的 被制裁的话 那他美国的立场有一派人就觉得 你被制裁怎么可以来呢 那制裁理由又是你是香港动用什么 国家安全法去处理反对派的意义的分子 要挺这些所谓的参加香港暴乱的分子 是美国的立场 可是问题来 香港国安法是谁通过的 北京全国人大 谁牵制的 习近平牵制的 那你不让这个李家超去 那我习近平要不要去 就凭那个一个问题嘛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球不一定是在美国身上哦 习近平不去 搞不好随便派个外交部长王毅也跑一趟 你又怎么样 对不对 这洗你脸啊 对不对 所以就看这个球在 这个习近平手上怎么发这个球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大陆也不用对拜登太软弱了 李家超不能去 习近平就根本不必去 那洗你脸就没有习拜会啦 干嘛习拜会 对嘛没有必要嘛对不对 要什么给他老点 现在可是拜登有求于中国的时候 为什么他竞选 他需要这种缓和的一个力道 要不然他整天就被华尔街骂了骂死了 他现在是要靠中国缓和来要捐款 哎呀美光你缓和一下 美光你捐款给我 哎呀苹果你缓和一下 不要禁止公务场合要不能使用嘛 那苹果总该意思意思多捐一点给拜登嘛 美国的政治游戏就这么玩了嘛 到了选举他就有求于中国 没有选举他就表会很凶 就开始华府情节 要反中要仇中搞乱七八糟的 美国政客就是个德性啊 他没有基本国策 完全到了选举在转的 所以APEC这个活动 大家都读一读吧 看神经能够绷紧一点 中国觉得在这个时候 不用对拜登太忍让 这个老头子指什么 没有所谓的什么见利忘义 他根本没有义 他只有利 刚才我们谈到说 谈到这个旧金山 我想这个借大使也很熟悉这个城市 我们知道呢 这个旧金山就是这次要举行 APEC峰会的地方 但是呢 偏偏这个APEC峰会还没有召开 我不知道线上的网友们 是不是有加州的朋友 你可以留言 不论您是不是在北加还是在南加 我想北加可能对旧金山 就更加的熟悉了 现在呢 这个香港的歌手陈奕迅 Eason他去这个旧金山呢 开演唱会 结果他开演唱会呢 他就把他的自己的见闻呢 就分享给他的观众 台下的观众 哇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说旧金山到处是依赖药物的人 就像丧尸 还说旧金山简直像地雷区 到处是排泄物 而且还不是宠物的排泄物 所以他这样子一讲了以后 引起了很多人的回应 共鸣 有的人就当然有意见 但是也有人就说是力挺 这个陈奕迅他的观点 他的看法 谢大使 我也是听很多朋友讲旧金山 这个败坏的情况 都是让大家叹为观止 那我很多年没去旧金山 我以前去旧金山是一个 极为风景优美 而且它是很有文化气息一个城市 而且多足疑的 那在旧金山那个 China Town里面 真的是很有的逛 然后什么都板街 还有什么 我都印象深刻 他也就是说 他那个叫 那个鱼人码头 Fisherman's Wolf 你就看那个海狗在那边 就在你边边上 然后外面都是好吃的 这个各种海产 然后气候尤其好 那就是说 以前这个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歌星 叫Tony Bennett 他唱的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我们到现在还朗朗上口 可见是多迷人的城市 现在形容 变成诚意性形容这个情况 真的是情何以堪 我听了也很难过 我们对美国其实都是很有好感的 对那边的老百姓 对那个风土人情 我们都有很多美丽的回忆 所以听到旧金山变这样 我觉得真的是 有点惋惜了 有点伤感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艺生剧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艺生剧 它是由多支菌种 艺生剧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艺生剧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艺生剧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感谢观看 也许可不ьют 就会新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